通常在阿里山乡 莱吉村的土石流非常严重 对外道路全数中断 得徒步走两个小时才能够进到里面 而这里除了空头物资之外 现在没有任何的支援 居民是24小时轮流排班 他们在监控这个阿里山西 担心土石流会再起 同时你也看到了这个灾区的英雄 国军弟兄们 开着汉马车抢劲协助清理土石 石军团汉马车队开先锋 越过溪底河床 大大小小的石头前进 也是土石流灾区的嘉义县 凤山村 山路南行原本应该是风光明媚 好山好水的地方 却变成了满目疮痍 四五十名弟兄带着元桥 协助灾民铲除 燕进家里面的土石泥流 国军弟兄努力帮灾民清理家园 其中这一位来自高雄六归灾区的排长 家里也是遭土石冲毁 他请假回家帮忙 但现在又赶紧归队 投入救灾的工作 精神令人敬佩 国军抢进部落帮忙清理 但更往里面走的来吉村 却得徒步才能够到达 目前都还没有人抢进来帮忙上后 灾民只好自救 冒险徒步运送物资 这个都是那个帐篷 帐篷 对 为什么要住帐篷 因为房子都没了住哪里 你这样子搬物资会不会危险 不会啦 这个危险再怎么危险的事 还是要做啊 来吉村几乎成了一座孤岛 居民在阿里山西 特畔自组一个监控站 因为这里的河床已经改到了 溪水暴涨的时候 土石流就会冲进民宅里 我们现在每天都要监控 因为一到下午就会有雷震雨 雷震雨一下来 这边的水就会暴涨 所以我们一定要马上吹到底 来吉村民24小时胆战心惊 接下来也只能够等大型重机进来 帮忙输浸河床 让他们能够保住仅存的家园 中文新闻黄蓬珍 陈丽如嘉义报道